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一听到说 自己现在在低潮的时候 就很头痛 就觉得人生无往 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低潮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你在低潮 很多客人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再帮他批八字 一看就知道他财运上的低潮 他官运上的低潮 而这个客人他就说 对对对老师 我就是因为这一个事情来找你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他为什么要因为这一个事情来找我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现在在这方面是低潮 他努力的去追求他的弱项 当然各位 本来就不好的东西 你去追求他 到最后结果就是不好 所以很多人其实 他不知道他的低潮在哪里 反而很容易就会照着他的直觉 去追求他的这个弱项 当然你追求这个弱项到最后下场 大多数都是很差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我们在学八字 是要让你知道 你的一个机会点在哪里 你的一个危机点在哪里 不要往你的危机点努力的冲刺 然后把你的机会丢到旁边 各位你要了解 其实低潮时期并不可怕 因为低潮并不是全面性的低潮 他一样 财官比时应 这五运 看是哪一个运的低潮 当你财运的低潮 你不要摸财 你这时候看看你官运如何 还不错的话 那就在官运上努力 同样的 你官运很好 你的财运不好 你就不要在财运上 去在那边瞎缴获 这样的情况下 你自然就可以避开你的一个落相 你现在看到的 我 我的学术 全部都是在低潮时期所累积的 并不是在我好运的时候 我去累积的 你要了解 我们在分析八字 要先知道说 你未来 你的运程怎么跑 假设你 知道你现在财运很差 你就不要在财运上去努力 而是我在那边看 我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才有财运 我真的很想做生意 你就应该在 你这时候没财运的时候 你努力的去学习做生意 这方面相关的知识 相关的技能 等到运给你了 你再来做的时候 那是如鱼得水 各位 我们都是这样 所以我在学习八字的时间 是我人生低潮的时候 我要什么没有什么 就八字加油站的薪水 一个月两万八 就这样子 每天起来研究命理 然后不断不断的去累积 我相关的知识技能 等到我的运到了 我说我要当命理师 各位 这时候我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知识 当然出来如鱼得水 而不是突然想到我要当命理师 你要当命理师 那你的命理技能 没有 那你要当什么命理师 所以很多人就是犯了这一种的错误 他都是突然想要做 可是他没有相关的技能 这样子他要做什么 当然做不起来 所以很多人都会一直在寄望自己好运 但是你要知道 在八字里面没有永远的好运 几乎大多数都是两个重要的运 财运、官运 大多数都是会少运运 甚至两个运都很差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的运不是很好 但是他总是会给你 但是当给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相关的能力去获取 这才是重点 所以各位 你不要看现在的我过得爽爽的 可是各位你要了解 我要过得爽爽的 他必须要有一个先决的能力 摆在那里 我那时候在加油站 花了快十年的时间 去把我的基础全部打起来 在那时候要什么没什么 要社会地位没有 工作就加油员 站出去跟人家比 只能够摇头 因为那时候 大家平均薪资有3万 我连3万都没有 所以各位要比什么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可是现在你不要讲什么 我第一个 我不用天天上班 我的上班就在我的家里面而已 轻松愉快 每个人都尊重你 收入又比之前高了 10倍以上 你认为这一种情况 是我坐在这里 一个运给我 就能够有这样的情况吗 当然不是 他都是我在低潮时期 不断不断的去打磨 建构我的基础学理 现在我的运还是没有回来 我的运还是很糟糕 但是因为能力拉着我 所以就算我现在没有办法发挥全力 因为我的运势还在压低 但是我可以最少走出了一片天 所以我常跟你们讲 破财破关又如何 你自己该怎么做 知不知道你现在在低潮 你知道你就不要乱闯 就像我知道我在低潮 我没有财运 我没有官运 我干嘛 还想要说当个命理师 就是我要开一间命理馆 各位很有可能我就会很惨 为什么 我每天在那边烦恼房租 水电费这些 我可能就不用做了 可是现在我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的弱项 我没有财运 我就在家里就好了 我的办公室就是我家里 我要出去教学 每一个只要可以坐下来的地方 都是我可以教学的地方 各位 各位就是不要去走我的弱项 这样子我就不会出很大的问题 不要害怕低潮 重点是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低潮 你知不知道你的弱项在哪里 而不要只是凭着直觉 想要怎么做 很多人都是这样 结果到最后 弱的什么都求不到 还赔了一屁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